再来呢 他一开始 他原先他说他想要买 几盒方形 三盒方形 所以他有方形的也有圆形 所以方形的 然后圆形的 好 方形的三盒 圆形的买七盒 这时候他说他会怎样 好 你到底有看题目了 他说这时间怎么 会不够多少 你是生病了 你是生病了 你有不舒服吗 你是很不舒服 没有 你到底是怎样啊 一定要挺虚 所以他现在很难过这样 我只让你难过两分钟哦 那个小子 金刚嘛 咖 刚 妙刚 两分钟你就要给我抬头 我只让你难过两分钟 因为那个难过的东西 你难过一直在想 对 就是 就是人 不要自己 让自己痛苦 就是 就是有些总人总是会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 可是你不开心的事你不断地一直想 他不断地一直想 那你就是一直痛苦下去这样 就是会这样 你不想就没有机会痛苦 不想就会想到 这时候最好的方法就是暂时先不去想他 先去想别的事 生活当中有太多事情可以想 那我会再想 绝对可以 这是一种训练 所以这个会不够 不够240 什么叫做不够 没有到240元 代表他一定有带一些钱在身上 不然他怎么会买 不一定 有些人是刷卡 就是他带了一些钱 所以他为什么说不够 一定是跟他身上的钱做比较 这个不够你心里面 他你心里面很清楚 可是你心里面要讲出 不管不够是跟他身上的钱在比 对不对 等一下 这个钱是跟什么比呢 跟口袋比对不对 跟口袋里面的钱比的 了解意思吗 这个要想清楚 再来呢 他说他改成怎么买 方形买七盒 圆形买三盒 这时候他就会胜 胜是什么意思 有够嘛 对不对 就代表够嘛 对不对 跟谁比 跟谁比 跟口袋比 对不对 了解在讲什么 然后他说 所以这个是买法一 这样子买 他就会不够 买法二 如果这样买 就会 同学啊 光这两个看完 你应该有一个感觉 就是行较贵 等一下 方形比较贵 还是圆形比较贵 等一下 每一个人做决定 每一个人做决定 一个三七一个七三 顿管没贵 会跟进人五春 代表哪一个比较贵 你觉得是方形的请举手 抓头的不算 很明显 你看哦 他很明显他是这样 四个圆形换 等一下注意看哦 因为他这边是三盒 这边是七盒 这边是七盒 这边是三盒 那不就是相当于是 这七盒的其中四盒 改买方形 对不对 四盒换四盒 对不对 有看到吗 有 有看到这颗差不多了 有 等一下哦 老实说这颗真的差不多了 注意看哦 我这边是七盒变三盒 对不对 那不就是我少买了四盒汤 对不对 多买了四盒汤 对不对 这个一来一往 等一下哦 这个七盒变这里 可是这个变这个事实上是 这个事实上是因为这边还留三盒 对不对 所以真正的是四盒换四盒 对不对 对了哦 所以他用四盒的这个换成四盒的这个的时候 竟然钱会有剩 对不对 所以显然 这个贵 这个比他贵 对不对 这个比较贵 然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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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个换这一个 这个四盒 所以四盒 等一下哦 四个这个 换 你看 四个这个 唯一的差别就是这两个而已 对不对 这个换 这个换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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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导致这里的钱有差 不是吗 所以这两个的钱会不一样 是因为这个换这个 对不对 这个换这个导致钱差了多少 480 一来一回 差了480 对不对 这一个换这个 竟然可以 差了480块 那一个换一个呢 等一下 四个换四个 四个换四个 可以差到480 对不对 一个不够 有一个五村嘛 就相差不就480吗 对不对 知道了 在共享 这个部分有懂吗 有吗 哈啰 有一个 演那个 不知道想到哪里去 一个不够 一个剩嘛 不是吗 那一来一回 不就相差了480吗 可以了 他为什么会差480 是因为他用这四盒 换这四盒嘛 对不对 如果一盒换一盒呢 120啊 120啊 对啊 所以一盒换一盒 一盒换一盒 一盒换一盒就120 对不对 一盒换一盒是多120还是少120 多120哦 这代表什么意思 所以你这个480 事实上是多出480哦 对不对 了解吗 四盒换四盒 多出了480 才会从不够变成效 对不对 所以四盒换四盒 导致他多出了480 所以一盒换一盒 就多出120 什么叫多出120 这一个 比他贵了 120块 来请把这个整个 写在笔记本上 从四盒换四盒 诶四盒换四盒 多了480 所以一盒换一盒 你自己写 我中间写的 其实写的不太好 四盒换四盒 自己写的 知道吗 你如果不可以写 你就写 应该会画嘛 你图形都画的比我好 你真的画你纸的吗 其实这是一个训练 好 如果你觉得画这个有点困难 你就写字吧 这个是圆嘛 对不对 我就是并团 这里我就是 这个是方嘛 对不对 四圆换四方 多出了480 对不对 因为他多了480 不叫有太多填这里 240把它填满了还剩 对不对 所以这一来一回就差了480 所以四盒换四盒就多出了480 所以一到我客人五春 所以一盒换一盒就多出120 一盒换一盒讲的就是这个比较贵 它比它贵了120 然后最后呢 它只买10盒 最后全部都是方 最后全部都是买方形的 你自己想一下 换句话说 它连这三盒也不要 对不对 它把三盒换三盒 你想一下看哦 这题已经解出来了 四盒换四盒多480 对不对 一盒换一盒多120 对不对 现在它最后要买的 不买它了 它全部都要买这个 对不对 所以刚刚这边四盒换四盒 所以它多出了480 对不对 用这个我们算出一盒换一盒 对不对 那现在是它连这三盒都不要了 对不对 所以三盒换三盒 会多出多少 多出多少 360 对不对 本地存多少 240 现在又多多少 现在又多360 所以存多少 存600 这知道在讲什么吗 我们稍微整理一下 稍微整理一下 所以就是 它先讲方 我先讲方 所以它本来这边是买三盒 这边买七盒 然后不够 对不对 然后这边变三盒 这边变七盒 所以它事实上是做换的动作 它事实上是换的动作 所以 这里 这里少四个 这边多四个 所以 这一个到这一个就叫做换 对不对 对不对 对了就换 那换的结果导致 导致这边会变成有剩 那这个换 这个换导致出现 这边 这边变成多出了480 它换的那个动作 让这边多出了多少 480 对不对 所以四盒换四盒 多出480 对了 所以因为 四换四 多480 所以我就可以知道说 1换1 我就会知道说 1换1 就会是120 了解吗 好 然后接下来它要问的是 接下来它最后是 干脆全部都买它 对不对 那这个不就没有买 换句话说 它接下来不就是 少三 对不对 然后这边怎样 多三 对不对 所以一样 换 三换三 对不对 那三换三 就会 多 对不对 多什么呢 1换1 120 3换3 就120的三倍 对不对 所以这边会多了 360 所以这边会怎样 剩 剩什么 本来只 本来是剩240 现在要多出了多少 又多出了360 所以它会剩多少 把黑板这个看懂 然后自己写 把它看懂 自己画自己写 谢谢 所以其实我刚刚解这道题目 其实就用一个方法而已 对不对 把题目弄懂 就这样而已 题目到底做了什么事 我把它弄懂而已 题目就解出来 解题目不代表 你们现在有学过那个 有位置数嘛 对不对 不代表你一定要设什么位置数 没有这回事 你把题目好好的弄懂 稍微写一下 稍微写一下 题目就会出来 档案就会出来 会考的题目也一样 你先把它弄懂 弄懂之后自己画自己写 关键在这里 换 对不对 四盒换四盒 让它多出480 关键在这里 所以关键不再解 设位置数 关键在你把题目弄懂 然后再想方法 我要怎么解它 把图形画好写一写 把黑板看懂 黑板看懂就可以自己写 好好的把它看懂写一写 有进步 慢慢的把它看懂 然后你这题没问题的 请你去看其他题目 看有没有问题要问我 就是第三张的总习题 看习做就好 第三张总习题跟第五张总习题 挑题目 就算用了 吃 哦 好 吃 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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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你不知道有没有看到 这个就叫做4比4比480 等于1比1比120 等于3比3比360 比例4 然后你们会有这样的题目 3换2 7换8 其实我们这个 什么叫做3比2 就是我3你就要2 什么叫做7比8 我7你就要8 这样好像都没有解释到 3支笔 可以换2个什么 3支笔可以换2个什么 橡皮擦 真的 3支笔换2个橡皮擦而已 橡皮擦比较贵 真的吗 好像应该是反过来 来来没关系 来来来来 我们来换来换去 来换来换去 注意看 诶 笔啦 笔 橡皮擦 来再换一个 来这是什么 啊 立可排好 赞 立可带 好请问一下 那三支笔 大概可以换几个橡皮擦 大概大概 4个好 大概就好 大概就好 然后呢 立可带 橡皮擦如果5个 可以换几个立可带 大概只能换一个对不对 因为立可带还蛮贵的 嗯 所以4个可以换3个 诶这个5个可以换一个 对不对 那我怎么样才可以知道 他们两个可以怎么换呢 中间要变怎样 中间要变一样对不对 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就是 3个换4个 5个换1个 然后他们两个到底要怎么换 就要透过他来帮忙对不对 那透过他来帮忙 把他变一样 那要把他变多少呢 这个会算请举手 好OK 他三分之一不会 看我这里 所以3比4 4比1 知道我在讲什么 知道在讲什么 所以4可以换3个嘛 对不对 就是他可以跟他换 这个可以跟他换 以前的人都是以WU啊 对不对 以前都是这样 我4个跟你换3个 那我5个跟你换1个 嗯 所以如果我10个可以跟你换几个 如果我15个可以跟你换几个 所以我20个可以跟你换几个 嗯 所以如果这里4倍 我就可以换4倍 对不对 对了 那我4个可以跟你换3个 对不对 所以 我5倍 你就可以换5倍的量 对不对 你注意看哦 所以我这么多的时候 我这个可以换多少 诶 他也刚好是20个耶 对不对 所以他20的时候可以换多少 换15 所以代表什么意思呢 这个4个的时候可以跟他换几个 换15个 所以4个立可待可以换15支笔 15支笔可以换4个立可待 把这个写在笔记本上 但是 但是我要请你写另外一个 等一下哦 第5支 橡皮擦可以换8个 橡皮 不要 比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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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几个 不要不要 我没有要位置数 比如果 7个 好 7个 立可待可以换 几个 比如果比较便宜的话 当然比也可以很贵嘛 对不对 大概两个 好 请你找出 请你找出这三个换来换去的方法 这两个可以换了 对不对 这两个也可以换了 对不对 但是我也想要知道 我也想要知道 立可待跟橡皮擦可以怎么换 了解吗 所以我把它们一起写出来 我就可以知道谁跟谁怎么换 所以5个换8个 2个换7个 可是我现在想要知道橡皮擦跟立可待 要怎么换来换去 对不对 那你要怎么算 这样 所以关键这里要变 一样 对不对 我才知道 这两个有机会要怎么换 这样 那这两个要变一样的想法 其实很简单 你不要想太复杂 真的很简单 你就慢慢换嘛 5个换8个 所以这个如果两倍 这边就要换两倍 对不对 那到底几倍比较好呢 然后这个7 2 1倍我就 这边如果1倍 我这边就1倍 我7个你就有2个 我如果2倍的话 你就要跟我一样换2倍 所以我14个 你这边就可以换4个 到底几倍才好呢 对不对 到底几倍才好 你看 你觉得你这个给它几倍比较好呢 几倍其实都可以啦 4倍好不好 4倍的话 我这边28个 你这边就换8个 对不对 可是 可是这边 我这两个不一样 我还是不知道你们两个要怎么换 对不对 所以怎么办 所以乘以4是失败的 对不对 所以我要怎么办才可以让它成功呢 所以我的目标是希望它们可以变一样 对不对 所以最简单的手法是怎样 这一个我把它乘以7 下面那个就给它乘以5 这个都不用想 对不对 所以这个如果乘以7 这边就跟着怎样 乘以7 这个乘以5 这个就跟着怎样 乘以5 诶所以太好了 所以这个是35个 35个千元之笔 可以换56个橡皮叉 对不对 然后35个 诶刚好也是35诶 35个 35之笔 可以换 可以换 可以换10个利可蛋 对不对 那它可以换它 它又可以换它 所以它们两个 我就知道要怎么换 理解吗 这个刚刚有写出来的举手 不错 有变多 没有写出来的 请你做盯正 然后来赶快看一下 有没有题目问我 赶快 剩12分钟而已 要写完整 要写完整 还有没有问题 赶快 先把黑板的写完整 看习坐 看习坐 看有没有问题 看习坐 先把我讲的全部学起来 再看习坐 想清楚 你要问哪一题 对挑一题问 好 好 来我们看63页最上面那一题 MX-9大于或等于X-2 它说这个叫做X的一次不等4 为什么要强调一次呢 不等4我懂 因为它有不相等的 对不对 它是一个不相等的算式 可以不相等也可以相等 所以它就把它称为不等4 它也可以把它叫做方程式 那这个一次指的是什么 一次方 对谁来讲 对数字 对哪一种数字 对哪一个数字 对X这个数字来讲 它是一次方 了解吗 所以对X这个数字来讲 它是一次方 没写 对不对 对X这个数字来讲 它是一次方 可以吗 好 再来下一句话 它说 哇 它就说这一个 然后它要请问你 太神奇了 然后它就说 它要求M的范围 你先把那个一次写在旁边 什么叫做一次 我刚刚有讲 对数字X来讲 对不对 对X来讲 它是一次方 这里蛮难的 有人有算出来吗 你们都还没算吗 有算 好 嗯 嗯 它说 M的 它想要问的是什么 来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 它想要问的是谁 它想要问的是什么 来看题目 它想要问的是什么 M的范围 它想要问的是M的范围 对不对 然后它是说M的范围 必须要在什么条件之下 后面还有讲一句话 它必须是-3是它的答案 对不对 那什么叫做-3是它的答案 答案是-3 答案是-3是对谁在讲 对X在讲 所以它希望-3是答案 那答案又是针对X在讲 所以它希望那个X必须是多少 那我干脆就把X用-3带 对不对 来请你把它带进去 因为-3就是答案的 它帮你把答案算出来了 对不对 -3是答案 对不对 所以它希望-3是答案 对不对 那答案是对谁来讲 对X来讲 对不对 那不就是在告诉你 请你把这个X擦掉 换成谁 换成答案 对不对 把这个X擦掉 换成什么 好 所以会写成什么 所以X就变成 变成从不知道变知道 对不对 它直接帮你把答案写出来了 了解意思吗 所以答案已经是-3 来 MX就是M乘以X 那M乘以-3 M乘以-3 M乘以-3 会等于多少 -3倍 对不对 可以哦 再来呢 再来呢 减掉9 然后大于等于多少 -3扣掉2 -3扣掉2等于多少 -5 来先把这个写下 然后把这个解完 解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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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完 再去看其他题目 还没解完 我要确定你们这里会 这个一定要会 这个是 所以现在变成 不知道的是M 不是X的 X根本是知道的 所以现在要知道M 要知道M要怎样 这个怎么算 一起增加 一起减少 一起放大 一起缩小的算法 对不对 这个图形要比它还要高 它希望这样 对不对 所以我们先一起怎样 一起放大 一起放大是做成法哦 我们最后的目的是 要把这个算出来 对不对 所以你觉得你要怎么做 才可以最后 先怎样 一起增加 一起增加 一起增加会变什么 -3M 大于等于多少 一起增加 对不对 再来呢 再来要一起增加 一起减少 一起放大 一起缩小 要哪一种 一起缩小 因为这个是几倍 -3倍 对不对 所以把它一起除掉 对不对 所以一起缩小 一起缩小 所以我要让这个不见 我要让这个不见 怎么不见呢 乘以多少 -3分之1 所以这个也要怎样 -3分之1 对不对 可以哦 可是等一下哦 因为你乘的是负的 对不对 所以要先翻转 等号也没有改变 等号翻转没有影响 对不对 然后这边 -3缩小就剩1 对不对 然后这个缩小呢 4乘以负的三分之一 就变成负的三分之四 理解吗 理解自己写哦 我要确定你们自己写哦 不太懂了 我再讲一次哦 从这里到这里 我们是一起上升 一起增加 所以这个符号不会变 对不对 那一起增加 因为它减9加9 它就会没有这个动书 对不对 那负5加9 就会得到4 对不对 然后从这里到这里 再一起缩小 但是缩小的是负的倍数 所以它要翻转 所以这个符号 就会翻转过来 可是相等还是相等 相等不会受到影响 那它缩小了负三分之一 因为我要让负三不见 所以我必须要用负三分之一 来把它缩小 懂吗 所以这个要负三分之一 要一起缩小 才不会改变大小关系 来自己写 自己把它写完 把这里好好的写完 从头到尾写 一定要自己写 一定要自己写 这里没问题的 请你去看其他题目 去看其他题目 我要确定你们这一题 每一个人都有写出来 把黑板看懂 然后自己写 把黑板看懂自己写 你漏掉一个东西 你是乘以负三分之一 如果你只有乘以三分之一 它不会翻 如果依照你的写法 你只有乘以三分之一 对不对 你只有乘以三分之一 所以这个不会翻 因你的写法 这个不会翻 它还是 它还是这样 所以它没有翻 你这边也没有负号 因为你是四乘以三分之一 所以你会变成负 然后这边是四分之三 你知道在讲什么 因为你的写法也没有什么错 只不过你要注意 你乘的是三分之一 所以你没有乘以负号 所以你不会翻转 然后你从这里到这里 再乘以一个负号 让它翻就好 来 再往下写一个 有动吗 蛤 一点就是没什么动 蛤 OK 吼 知道自己在写什么吗 没问题的 请你去看其他题目 来我看你写的 会写吗 会吗 你写在哪里 哦 塞在那里 那么多位置 你干嘛塞那里 不用 不要这样 这样 这样不好看东西 你知道自己在写什么吗 知道 确定 过程都知道 字怎么很像 你好像在画虎啊 辟邪的 这个就好多了 你这个在辟邪 草书第二代 对 来我稍微再讲一下 有少数一两个还没有懂 这一个我一起加9懂吗 看我这里一起加9会算吗 一起加9会算吗 那减9加9就没了嘛 对不对 减5加9就得到4嘛 对不对 然后这里比较难的是难在 你要注意这个 -3跟2是在做乘法 对不对 那我要让-3不见 我要让-3不见 我要透过一个负号 才可以让它变正的 对不对 那3要让它不见 这边就要透过3分之一把它缩小 对不对 所以你需要-3分之一 所以这边-3分之一 这边也要-3分之一 所以它就会翻转 可以吗 好 可以的话 算这一体 算这一体的AX给我看 解这个不等式的AX 写在笔记本上 写在题目要抄哦 剩一分钟解除 准备吃饭 一分钟应该可以把它写完 对 小心哦容易错哦 对 你还没写完 写完是最后要告诉我 M是什么 X是什么 对不对 你现在只有告诉我 X的负两倍 你还没告诉X 对不对 7怎么变14呢 加7啊 可是加7的话 你就要多加7 对不对 啊 方便 这个算完了请举手 放下 来看这边哦 来看这边 这个你第一个动作 如果你是加7会怎样 如果你加7 这边就会变14嘛 对不对 然后这边就会变15嘛 对不对 有让东西变得比较简单吗 对哦 我们计算的目的是要简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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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剩下X 对不对 对 所以你觉得你应该是加7还是减7 减7 所以你把它减7 你把它减7 一定要一起哦 对不对 减7之后这边会变什么 是2X还是-2X 诶 厉害 然后这个没有翻 对不对 然后8减7呢 OK吗 再来呢 这个是什么 -2 所以你怎么让它不见 乘以负的 对不对 还有呢 二分之一 所以你一定要 这边也要乘以负二分之一 所以你一定要马上先做一个事情 先翻 对不对 然后这个就剩X 对不对 然后这个呢 -2分之一就结束了 OK吗 好 下课休息 好 祝你们下礼拜考试顺利 一点都不顺利哦 -3 fascinating都不顺利 -3 在日本川普 -3 少许 我 踮 现在打 -5 -3 感谢观看